9月18日,香港演员罗佳英发微博,前期正在马来西亚拍摄电影《大地回春》,在9月17日拍摄最后几个镜头时,竟然突发意外,因工作人员洒汽油,的油量没有控制好,留到了演员所占的位置。 随后汽油着火,火是顺着油引,到了人多的地方,据罗佳英描述,不得两秒时间,众人恐慌走壁,又走壁不及,二十多人被灼伤了,都是手手脚脚。 在这次火灾中,59岁资深无打女性杨盼盼伤是较严重,面部二度皮肤烫伤,手部三度烫伤。 罗佳英在微博中说,盼盼也站在前方,所以又跌倒了。 所以,啄得较严重,但经治疗之后,无顺大碍,个人安好。 杨盼盼曾经在1983年晚的射雕英雄传中,因出眼幕面自一角而被关注所熟知。 电影中另一位女主角梁祖仪,因躲得比较及时,所以只是她伤了脚背,而男主角李瑞则是手脚多出耳度烧伤,需住约三个星期,后面的工作也只能全部推掉。 她还在医院哭着说,我当时救不了大家,那场戏有很多老人家,受伤都很严重,当下火突然喷过来,大家都吓得得住乱跑,那个画面真的非常恐怖。 释发后,剧组立刻报警,消防队到场控制住了火情,此事件中有两人住进加护病房,三人留院观察,15人受惊伤已出院。 由于罗佳英的戏份已经杀青,所以躲过了一劫,罗佳英返回香港后接受媒体采访着,她还没有来得及第一时间跟妻子王明权报平安,都要等剧组安顿先,安顿好,已经天亮了。 不过,我们约了一同吃晚饭。